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光潭 我好久就没做饮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份快速的饮面 这是一个芹酱的饮面 传统的芹酱就是用罗勒和松仁 我今天换一个我们用芝麻菜和核桃仁 需要的原料有60克的芝麻菜 两块的大蒜 40克的核桃仁 60克的帕马桑芝士 还有一点盐 所以这个一定要用帕马桑芝士 就这种干老 不要用什么麻醋莉拉或者吃饭 我们还需要初榨橄榄油 做这个菜 橄榄油的质量是很重要的 我们做这个酱汁需要一个粉碎机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把芝麻菜放在粉碎机里面 再加核桃仁 还有切小块的帕马桑芝士 再加盐 那我们现在要一边搭 一边倒油 好 可以啦 这个酱就不要搭了时间太长 你搭了时间太长它会发热 然后颜色会变黄 所以要保持一个漂亮的绿色 就搭一下就可以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浓稠度 比较厚的一个酱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酱做好了 可以直接用 如果你不要直接用 那你建议在上面就倒一层薄薄的橄榄油在上面 里面大概空气解除 或者会一样滑 然后就放冷藏可以保存三到四点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煮面 所以我用的这个面就是Spaghetti 这种长袭的面 因为这个酱油的含量比较多 所以Spaghetti最适合的 水里面加盐 然后再加一面 就是我每次说煮一面的时候 一定要水多 平底锅里面加橄榄油 这个油热了之后 我们就下一些1切2的小番茄 把这样先翻炒 这个皮可是有点像一个老人的皮肤一样呢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免熟了 把它们捞出来 所以带一点水 不要完全理干 现在加两勺我们刚做的芝麻菜Pesto 现在再加两勺刚才煮面的那个水 这个步骤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来拌面 水、番茄的汁全部混合 你可以看那个水和油混合在一起 然后就变浓稠 上面再一点核桃仁 然后最后 撒泡麻酸芝食 那我就在阳台吃晚饭了 意识感还是蛮重要的 好吃的 好吃的 喜欢吃芝麻菜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好吃 那我就先慢慢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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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